不嘛,俄罗斯是热脸贴到德国的冷屁股上呢,俄罗斯声称呢,这北溪二号管道的这个闭管线呢,还是可以输送天然气的,哎,只要呢,德国同意,俄罗斯马上向德国呢,输送天然气,结果呢,这舒尔茨这一会儿呢,倒挺硬气的,说,德国呢,不需要呢,不稳定的天然气供应商,或者说的能源供应商,人家不要, 宁要美国贵的这个LNG天然气,也不要这个俄罗斯便宜的这个管道天然气,毕竟呢,俄罗斯呢,不可靠,这呢,俄罗斯没办法,哎,北方不亮,南方亮,德,俄罗斯打算呢,在土耳其这儿呢,再修天然气管道,其实呢,他在土耳其这儿呢,已经有两条管线,一条呢,土耳其洗,一条呢,来洗,一条呢,这个土耳其洗呢, 直接是管道通往土耳其,就天然气呢,供给土耳其使用,另外一个呢,这个蓝锡呢,是通过土耳其,再到这个南欧国家,就是这个希腊等国呢,往南欧这些国家呢,输送天然气 现在呢,俄罗斯打算呢,通过土耳其呢,再搞一条呢,类似于蓝锡的天然气管道,通过土耳其呢,把天然气呢,用到地中海炸,供这些欧洲国家呢,使用 这,这俄罗斯,怎么想的呢,没办法,这个形势比人强,他说他要搞能源制裁,他制裁归制裁,这就像呢,我们的工人罢工一样,这个资本家受不了,我们工人也是受不了的,资本家,如果人家再能找到其他的,这个工人呢,那,咱工人罢工就能成功了 要是他呢,找不到别的工人呢,咱这个罢工就成功了,要是他呢,找到了别的工人呢,顶替咱们这个工人呢,咱的这个罢工呢,那就失败了 得,这一次呢,德国呢,是硬,是呢,宁肯要,啊,这个,挪威的,美国的,这高价的天然气,就是不要你俄罗斯,比人家便宜,啊,净,呃,百分之七十的这个天然气,没办法,你呢,不可靠,得,现在俄罗斯呢,打算把这管道呢,往土耳其修,土耳其说,好好好,欢迎,欢迎,热烈欢迎, 土耳其的老祖宗呢,就干收过路费的,呃,行当的,他老祖宗谁,奥斯曼土耳其啊,当年帝夸欧亚非的四大帝国之一啊,咱记得吧,我小学的时候,哎,初中的时候学的,呃,什么亚里山大帝国啊,罗马帝国啊,呃,什么阿拉伯帝国啊,呃,什么阿拉伯帝国啊,最后一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啊,这是古代的,你说,要到近现代了,那个法国啊,英国啊,那几个之后都有殖民地, 那跨几个之后啊,那是古代的,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呢,自从呢,把军事坦丁堡打下来,当成14坦布尔,基本上就掐断了中西方的贸易,他也没掐断,就是征收重,重水,别,原来呢,东罗马帝国呢,呃,收呢,百分之四十五十,嘿,德,到了土耳其这儿,收百分之四百五百,德,导致这些呢,走丝绸之路的商人呢,没钱可挣了,人家说的,沙头的买 买有人干,赔钱的生意也没人做,德,这个路上丝绸之路呢,就是让土耳其这帮人呢,那时候呢,给飞掉的,后来,为什么有了地理大发现,因为欧洲人憋得没办法了,一方面呢,需求东方的商品,另一方呢,呃,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呢,把这道路,呃,给 阻断了,想打,打不过人家,那怎么办,啊,那就绕道而行吧,咱没有愚公移山的那个恒星,咱就愚公搬家吧,啊,当然,搬家的不是愚公了,那就是治,治公了,聪明人,西班牙,葡萄牙呢,就开拓新航路,然后呢,法国啊,呃,这个意大利,英国啊,荷兰啊,这些国家呢,也就跟进,啊, 然后就有了地理大发现,历史上呢,奥斯曼土耳其就喜欢搞,这个收过路费的这些事情,尤其是,呃,博斯普罗斯海峡,还有苏伊士这儿,啊,还有这小伊亚西亚这儿呢,基本上都是,呃,兵家必争之地,呃,咽喉要到,他在那一卡住呢,就给人家收重税,而且呢,土耳其收税的办法呢,基本上属于杀鸡取暖的那个程度,就拿咱们的那个瓦良格号吧, 在那辽宁舰,辽宁舰呢,回国的时候,哎呀,买船的时候呢,对那些钱呢,还不到给土耳其过路费钱的十分之一,而且呢,还答应了土耳其很多的政治的外交上的这些条件才过的,可见呢,这土耳其呢,好奇羊毛呢,那是连羊皮一块好了,啊,那乌克兰人就,就傻多了,一个瓦利亚号格号呢,便宜卖给了我们, 得,我们呢,捡了便宜,得,这钱呢,让土耳其挣去了,你过路费,就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那卡着我们,在后头呢,你就没那么卡了啊, 而现在呢,俄罗斯把这管道弄到土耳其,土耳其说,好,我赶快磨刀吧,磨刀霍霍,向俄罗斯啊,现在俄罗斯这场仗呢,土耳其确实呢,也吃到了不少的红利, 第一架的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,它有两条管道,进口天然气,石油嘛,从海上用送石油,便宜,便宜买来,然后呢,向外头散货,另外呢,还有粮食,它呢,通过黑海呢,帮助,这个,这个什么呢,乌克兰,还有俄罗斯用输粮食, 这每次呢,过路费,25%,25%,这价格相当高了,你想想,这咱们普通的这税收哪有,25%,人家呢,护航,25%,盖安努啊,另外呢,土耳其,TBR的无人机,卖给乌克兰,还有其他的军事武器,也是卖给乌克兰,都给俄罗斯,挣钱啊,另外呢,芯片,一部分呢,俄罗斯是通过远东的走私, 一部分呢,就是通过土耳其站呢,走私芯片,给俄罗斯的,这也是挣钱,得,这次呢,俄罗斯,如果呢,这个管道,弄完了,估计呢,这哥俩呢,又得相互呢,往肚子上捅刀了,或者往背上捅刀了,这家伙呢,这两个家伙呢,在国际上呢,那都是,无耻下流之间的卧龙凤厨了,说卧龙凤厨,把那两个人呢,怎么说,有点侮辱了,哼卡二将了,这就是说,哼卡二将了吧,历史上呢, 俄罗斯,给我们的那个,西伯利亚一号的天然气管道,还有安纳线,安纳线支撑,动不动呢,破坏环境,动不动呢,不利于生态平衡,动不动呢,这个油气管道呢,出现了质量问题,就给我们卡脖子,就给我们涨价, 而俄罗斯,这个什么呢,土耳其也是一模一样的,经常呢,利用他的这个交通要道这边呢,掐别人的脖子,耗别人的羊毛,这一事情呢,这两个国家呢,都干得非常的熟练了, 到时候呢,俄罗斯真要是把管道呢,修到了这个土耳其,相互呢,那绝对是坑你没商量的,土耳其呢,最近呢,就, 其实呢,他一直就是国际社会上的那猎狗,哪有腐烂的肉呢,他就吃哪的,哪家有肉,他吃哪家的, 他也不管华语啊,不管俄罗斯啊,不管中国,反正哪有好处呢,他就哪, 曾经呢,也进口我们的导弹,最后呢,我们的技术要了,又坑了我们一把,那事情呢,做的要多恶心,有多恶心, 还偏拿这家伙没辙,这段时间呢,跟俄罗斯打的火热,美国也想收拾他,结果呢,现在也没有时机, 所以呢,这家伙呢,也是,啊,用气好,确实是用气好,而未来呢,如果管道一道呢, 估计俄罗斯呢,挣不了两千,全交给这个,呃,这个土耳其呢,当过路费了, 要是平时呢,俄罗斯能揍遍他,但是现在呢,卡在乌克兰的这个门缝子里头, 脑袋进也进不去,出也出不来,现在正卡着呢,俄罗斯呢,现在也是惨, 所以呢,没办法,呃,行事比人强,该低头是虚低头,大地呢,也低头了, 但是,未来如果呢,俄罗斯往这个土耳其的管道呢,修好, 以后呢,绝对是挨土耳其坑,除非呢,俄罗斯解套了, 然后呢,恢复了一些军事实力呢,俄罗斯就能收拾土耳其, 俄罗斯报仇从来不过夜的,他呢,除非报不了,只要能报呢, 那马上你看,土耳其击落俄罗斯的战绩,然后俄罗斯马上击落你的战绩, 现在呢,你看,土耳其这段时间呢,清理, 库尔德人清理的特别厉害,为什么? 美国,俄罗斯都被吸引住了,而这个其他的叙利亚, 伊朗啊,还有这个伊拉克,也就没有心思呢, 管土耳其,结果土耳其,你看,这样呢,收拾, 这个库尔德人特别厉害,而且呢,清除这个边境的不稳定因素, 甚至呢,还把领土呢,扩张了, 把人家叙利亚的伊伯德利普尺呢,完全占了, 把这个伊拉克的地方呢,也占了北部的一部分, 现在呢,说实话,土耳其搞得有点人身共分了, 只不过现在有个俄罗斯替他顶纲的, 一旦俄罗斯呢,被收拾掉, 美国呢,下来收拾的绝对不是我们, 而是土耳其这个二五载了, 干的太不是事了,在中东地区呢, 美国还没吃肉呢,他呢,连身子都给人家吃光了。